看白蝴蝶沒有被弱勢打到 反外媒體因此將白蝴蝶將為他們的守護監視 立神秘 這次在智利礦坑的救援行動上 本地尤其是在各國媒體不斷地透過連線 將災區地球畫面繼續傳送出去 而學習觀眾所看到的從地底礦坑裡的畫面 其實都透過台灣製的省鏡頭拍攝下面的 聽說白蝴蝶在這次的救援行動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來讓我們的影響 攪關33條寶貴新秘的礦坑救援行動軍事專注 而台灣也在救援的過程扮演周條角色 您現在看到精神艙深入625公尺深地底下的畫面 就是由台灣製造的攝影鏡頭拍攝下來 地表下大概是有白多公尺的地方 然後後面的溫度其實比地表的溫度大概要高是30度左右 那因為我們的攝影機它提供有夜視的功能 那離位完全是黑的 所以它可以看畫面 就算商場的材質攝影機就裝在藍色鐵絲網裡 將地理出道拍的一親二處 小兵力當中的攝影機其實顧過一個巴長大 重量只有463公克 體積輕巧卻能傳送HD高放學的畫面 而且從設計製造到生產全部都是Made in Taiwan 一年大概銷售30萬來到全世界 那賣的區域涵蓋像是歐洲 北美 南美 亞洲 那我想我們都公式的品牌其實是在全世界前世大 這當全球媒體攝影機對準之力 台灣製造鏡頭也正在即時傳遞第一手的最新畫面 也通過了台灣人的高科技產品 見證這場救援奇蹟 這成為李士隆 製作報導 原本預定一天半到亞洲滿座救援功課 總共創造相關的